中央社记者苏木春台中23日电台中市西屯区逢甲商圈今天上午传出瓦斯外泄意外 工程公司人员在清理排水沟时挖断瓦斯管线 台中消防局获报前往沙水借户封闭道路禁止人车通行通知瓦斯公司人员到场处理 台中市消防局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 今天上午10时16分接获民众报案指出西屯区西屯路二段近文华路口发生瓦斯外漏 消防局获报派遣黎明分队两辆救灾车救人到场洒水借户 消防人员表示到场时发现一家工程公司在清理路旁排水沟时不慎挖断瓦斯公司管线 已通知瓦斯公司人员到场处理消防人员持续洒水借户 消防局获报